本次提问,火力对决以后会加入坦克吗? 常规模式不太可能加入坦克,因为实在太过于变态了,没法反制 那么以后火力对决会加入坦克吗? 学位认为非常有可能,原因有三个 一,火力对决有克制坦克的武器 经历模式为什么不可能加坦克? 那是因为没法反制,防御又厚,可是火力对决都是重武器 我见懂就是反坦克武器 加特林火力超猛也能打坦克 正因为有反制的武器,让坦克不至于太变态 所以火力对决完全可以加入坦克 二,载具都是装甲的 其他模式的载具都是普通车,没有任何的武器 玩家只能用自己的枪 可是火力对决的载具都有车载武器 这就给坦克上场预留空间了 毕竟普通载具都有武器了,上个炮弹的坦克不过分吧 更何况火力对决还有武装直升机 三,空头载具太弱 两气装甲车在普通模式还勉强能用 可是在火力对决就太弱了 速度慢,血量也不厚 所以小伟认为在以后的某次版本 光子极有可能会把两气装甲车下架 在火力对决上线坦克替代它 小伙伴们,你们希望上线坦克吗?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